汽车股在美股方面 近期都轮流炒作 Tesla的竞争对手 叫做Lucid L-U-C-I-D 上星期其实试过单日急升三成 不过昨晚的焦点 就在另一家汽车公司 就是AVUS 譬如大家去旅行租车都会租过的 它的股票代码就是C-A-R 它昨天就公布了业绩 其实我找它的业绩的时候 也有点难找的 因为很多新闻都报道它 但就不是说它的数字 不过都简单和大家 基本面说一次 其实它过去刚刚公布 最新一季的收入 就是上升一倍左右 上升96% 但是经调整后的每股盈利 其实就同比 就是比去年同期 就升了8.5倍 看到业绩都做得好 亦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而同时 由这两样基本因素的加持之后 就是很多散户中意 去聊天的网站 都见到C-A-R 就成为了一个热手的股份 所以昨天股价就炒上了 最高的时候其实升过两倍 亦都多次溶断 首先问回头就是 刚才说了Tesla Lucid 昨晚就有Carla 其实这一轮美股的车股 你觉得是什么因素 会令到它突然间急升呢? 还有还有什么股份 你又觉得可以留意一下呢? 其实在Lucid那里 我们也看回 其实为什么突然间有一个暴升 的所谓的转变 前后的诱因 如果是表面 很表面的所谓的理由 那些人就会说 是Tesla升 那就是跟升 好 那其实是一定有这样的 correlation 对 我觉得correlation 这样解释 就未免说是 只说中少少的理由 就不够全面的 OK 我觉得Lucid 其实就是说 首先你要明白这只股票 它不是现在新上市的 它已经上市一轮了 它最高是去过60多元 而跌到去16元 OK 所以你看到现在 它现在很美好这一段 是说是由16元 是暴涨到40元这一段 就是人被捱过的 是的 其实有些人 如果前面捱那些 其实它现在都很黑面的 OK 那我们就说 到时候我可以解释多一点 因为我都认识这只 就是多一点 OK 其实到时候 它现在前后的变化 是在于在哪里 就是说它旗下有一架 有一架车 我不记得了 是不知道什么Dream OK 总之它有一架豪华版的汽车 它正式可以上线 正式可以开始 小型量产买给人 那到现在年底 就想着卖 听清楚我没有说错 500多架 是 500多架 大家听着 不是5000架 是500多架 是可以出货 那这架车也贵的 相对来说 就是可能是 见仁见智一般 OK 叫做16万美金 16万美金 OK 都算贵的了 老实说 OK 那其实就是说 所以它的转变就是说 第一是由一个概念 是变成正式可以出货 是 而第二就是说 其实行政组裁 计算和生产都是一手包办的 是一手包办的 然后另外的一个 所谓的重点就是 它的行政总裁 亦都预计了明年 即是明年 即是明年 2022年 就可以卖到 大概是两万架 大家清楚了 是全年两万架 OK 大概的税率 大概是20亿美金左右 OK 再预计了将来的进程 但是我们就是说 其实是 虽然是由灵的突破 我们也恭喜它 但是就是说 我们最后 都是要对比市值的角度 OK 其实你可以看看 其实它现在的市值都去到差不多 如果化成港元的话 都起码应该是4000亿港元以上的了 正常来说 OK 如果是这样的市值的话 现在和全年都应该可能卖到 10万架汽车的所谓的未来 其实已经是一样的了 甚至市值也高于小鹏 或者是理想这些 OK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在大家卖车的 是所谓的那个量的对比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 虽然我完全明白 中国这一边 中泰股 是有很严重的 trial discount factor 我完全明白的 但是就是怎么discount也好 第4、4、5入 大家的卖车量 就算大家对比下年的卖车量 大家的纯车的数量 是说了10倍 或者是7倍的分别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市值是比较贵的话 似乎会有少许overvaluation 所以我觉得Lucy 其实是再可以大碎的空间 不但应该不会太多 而且是有一定的风险 是 譬如说如果真的见他 譬如炒上了那天 也有兴趣的 真的买了 这两天又跌回 其实他月中就公布业绩 你觉得投资者应不应该等买呢 其实 我个人觉得可以等一等 也可以的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也想提醒大家 他的另一个同行 也快要上市了 英文我不懂得读 Ribian 另外有一间这样的公司 也是这些电动车初创的公司 他又是即将上市了 他定的估值稍微比Lucy 高一点点的 可能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最黄金的出货量机 就可能是趁他 竞争对手是临上市 不是上市 是临上市 之前的独角收 其实已经是复了大约100亿美金 是 所以说在明星阵容的情况之下 应该招呼一下气势都不错的 是 上了就不知道了 就是招支持就气势不错的 趁这种气势乐观的气氛的情况之下 还有Tesla也预估他 可能是回一条纸浪之后 可能都会升上去 因为我也预估 其实Lucy 在短期里面 其实是跟Tesla 都有一定的连动的关系 是 只要Tesla 他可以经过短暂的整固之后 如果肯破顶的话 我觉得Lucy 在短暂的角度 应该都会跟着的 这个是短暂的 当是过了气了 开始跟Tesla的连动 慢慢消失了 再加上是他的竞争对手 都上市了 没有了理由和借口之后 那些人就会有一定的获利回套 是 好 现在询一询 就是Rivian 就交了那个上市申请的 但就未有那个上市日期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着